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有自己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有的人可能是喜欢拥有很多宝物的斗拉A梦 也有些人喜欢侦探柯南 而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就是冰雪奇缘里的公主艾莎 艾莎公主刚出生的时候就拥有了冰雪魔力 她经常和妹妹一起用她的冰雪魔力来玩许多不同的游戏 但是因为有一次她不小心伤害到她的妹妹 因此她就把她的魔力藏起来再也再使用 但是等到她长大以后 她和妹妹经历了一整串的冒险故事 她又开始使用她的冰雪魔力 我认为艾莎公主的冰雪魔力 在现代社会中非常的有用 她可以经常到北极 去帮北极增加冰块 让北极熊能够存活下来 她也可以在小朋友上完体育课 热得全身冒汗 汗流浃背的时候 张开她的双手 唱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然后让她们全身凉快起来 可是她也不可以用她的冰雪魔力 过多 否则小朋友的汗水就会结霜 我觉得我跟艾莎公主非常像 当艾莎公主心情烦满的时候 她会找一个地方和自己独处 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不好的心情 而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会和家人一起去做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身体健康 也可以让我更加愉快 尤其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妈妈是一个运动健将 她可以在操场上一圈接着一圈 跑上整整一个小时 而因为我的妹妹是羽毛球校队 因此我和爸爸都会陪她打羽毛球 我的妹妹非常的厉害 她可以一打二 我和爸爸都赢不了她 但最令我敬佩的地方是 就算风把球吹得东倒西弯 妹妹还可以很准确的刷球 真是太厉害了 运动过后 我的心情会整个愉快起来 我跟艾莎非常的像 只要我们有不好的心情 我们都有自己的办法 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 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艾莎 艾莎刚出生时就拥有了冰雪魔力 我认为艾莎公主的冰雪魔力 在现代的社会中一定非常的有用 我也觉得我和艾莎公主非常的像 只要我们心情不好 我们都一定有办法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就是艾莎公主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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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